今天我们全家起了一个大早 小乔治还睡眼惺忪的 没有完全的睡醒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全家出动 出去玩了 嗨 这里是乔治妈妈的日常 我们现在全家出发去马六甲啦 Let's go 马六甲呢是跟槟城一样 也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 它最出名的呢就是它的荷兰红屋 它呢是被葡萄牙入侵之后 才改名叫马六甲的 现在是在去这马六甲的路上 我们给小乔治做他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画画 这个呢 这个呢 Green啊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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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Blue啊 这个呢 Yellow 真棒 全部都回来 Green 这个呢 这个呢 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 乔治妈妈自己是美院毕业的 在上海的时候 我是从小学 就开始接触素描色彩 这些正统的美术教育培训 高中 读的是华山美校 是上海一所很出名的美术院校 大学 包括来马来西亚这边留学 都是读的艺术相关的专业 乔治现在才两岁半 为什么我要让他从那么小就开始接触画画 接触艺术呢 其实我们内心深处都是藏着对于绘画的欲望的 人类已经花了三万年了 教人画画就是教人观察 这是他真正的作用 我让乔治两岁半就开始接触画画 就是希望他从画画中可以观察一个物体 观察一个事物 当然啦 乔治现在还小 我也不指望他在画画上能有多大的成就 我只是希望他可以通过画画去观察一件事物 描述一件事物 形容一件事物 我也是希望通过画画可以让他更多的表达 更多的讲话 希望能够让他学习方面有自主性 学习的更快 艺术的世界是充满无法预测的可能性 恰恰这一点对于乔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艺术创作是来源于创作者自己本身的 学习艺术学习画画 就是开发一套完全不同的个人技能 这边呢乔治妈妈给你们推荐一个适合小孩子的画画APP 叫做画啦啦 这个呢也是我给乔治报名学习画画的 这是我们明天的课程 他可以预习 讲到画啦啦 我相信全部中国的妈妈应该都知道 这个在国内可是非常知名的在线少儿美术教育产品之一 学研覆盖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 画画的工具呢也很简单 你家里的A4纸 有打印机的话肯定会有A4纸嘛 我们打印机A4纸 然后这个是黑色的笔粗一点的 用来画轮廓的跟水彩笔啊或者蜡笔啊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会选择画啦啦 而不是选择那些线下的美术机构培训呢 首先第一点当然是因为疫情啦 在马来西亚的爸妈应该都懂现在马来西亚的疫情是什么情况 还有就是线下的老师资质参差不齐 因为我本身是美员毕业的我也会画画 所以对于老师的资质这方面就特别看重 当然我也有去马来西亚几个商场里的知名的线下教育品牌去参观过 大多数就是让孩子临摹 一个老师呢带一个班大概有十个孩子左右 因为乔治还不会讲话嘛 他也不是很会表达 所以老师也不知道他需要什么 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老师讲他的需要 而且线下上课 他们的学生都是年龄参差不齐的 有一些年龄大的有一些年龄小的 老师呢会主要去教那几个特别会说话 年龄比较大的 而忽视了这些年龄小的还不怎么会说话的学生 当我跟老师学校提出这些意见的时候 老师跟学校的反应就是 哦那你带回去吧不要学了 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为什么选择在家上画画的网课 画拉拉在广州北京西安都有分布哦 马来西亚这边线下教育呢 因为请人困难 所以师资力量不能保证 而且你家长投诉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他们为了保住老师的饭碗 会让你自己退学 而画拉拉这边呢就不同了 你可以投诉老师 有什么情况 你都可以和老师进行沟通 画拉拉这边呢 会根据每个月老师的评级 来给老师评分 如果评分太差的老师 就需要回炉重造了 对于我来讲 在家上网课就不需要接送他啦 又可以解放时间 而且学习的过程是全部透明化的 作为爸妈的我们就在旁边陪着他 疫情期间又可以减少 跟其他同学啊老师的接触 也比较安心一点 画拉拉上课呢 是小班画教学 四到六人一个班 好像乔治这个年龄阶段的 我们上课的时候是三个同学一个班 老师呢会视频统一教学 在一对一的指导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画拉拉的老师都是全职 全程跟进孩子的学习 不用担心孩子因为换老师而失去兴趣 或者没有效果 他会根据你孩子的年龄 然后来选择适合你的课程 好像乔治这个年龄 你让他去画一个具体的事物 他可能还画不出 但是他对于颜色的认知已经很明确了 所以老师呢就根据乔治这个年龄 给他制定了今天的课程 可能还有很多爸妈不太了解 美术的最佳学习时间 这边呢小芝麻麻就给你们一个小tips啦 对于画画来讲 2到3岁开始对形状颜色产生兴趣 所以需要给宝宝买相关的工具啊 玩具啊去开始教他们画画啦 4到5岁呢就开始对实际的事物 经验过的事物有了认知并能画得出来 3到5岁是比较好的画画的启门时间哦 好像我一样在马来西亚或者在其他海外的家长呢 这边有一个专属福利哦 0元就能领取画啦啦一节直播 加9节精品的录播课咯 还有碗豆思维一节直播 加6节精品的录播课 满满时机节课统统带回家 立刻扫描二维码来领取吧 那这一点是不是很有位置 好 那我们再画下一个小玩手 研究一下怎么画啊 自己画 乔治现在还小 还画不出老师作品这样的风格 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善意的引导他 不限制他让他自己去创作 让他自己去发挥 自己去观察自己去想象 我们现在来到马六甲的机场街 店都没有开 对啊以前都是来打卡买东西 卖那种旅游纪念品的 全部变这样了 这个很适合拍照 复古嘛就这样 开心啊 开心啊 太阳有点大哦 马对啊 这个是马 马 宝生大地 宝生大地 这里最出名的马六甲公路 是个教堂 这里以前游客可是特别多的 现在都没什么人 这是那个遗址那边 看马六甲古城的遗址 欢迎来到马拉塔 这里就是葡萄牙市的建筑 这是游客打卡地 这里就能看到一点游客的棕影 那里面都是马拉塔 嗯 真的是 都是马拉塔 哈罗也在这边 这是马六甲河 岩河旁边 那里面有外国人 那里面有两标志 三标志 牛 里面是鸡肠间 里面就是鸡肠间 哦 里面鸡肠间 牛啊 牛是吗 牛 是鸡肠间 远看还是很热的 嗯 鸡肠间 这鸡肠间 鸡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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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掉漆了 没有帮他也吃 那个掉漆了就到了 最出名的鸡肠 鸡肠间 鸡肠间没开 鸡肠间 鸡肠间 他搬去那边 这个是卖手信的三树公 里面的辣茶很好喝 我朋友回去了 还很想念三树公的辣茶 这个是鸡肠 这家店搬到这边来了 以前在里面 大三角滑街 师傅狗 还有当年游客的 当年游客的 那些支付宝 微信 看这里多富裕 以前都是店 开满店的 这个房子好富 要不要再来 费人家 我会去那里面的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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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书啊你在讲诗书啊 这什么 诗书 这个不是诗书 这个是房子 自古的房子 很有历史感的房子 他还有卖这些鞋子 还在的 这个人还在里面 在里面就是厕所 人还是很多 这个就最出名了 排队的人还是很多 这个就是马六甲哥 这样真的是船来的哦 博物馆 以前的哦 要跑啊 以前的船呢 以前那个葡萄呀 留下来的船 那个时候没去哪里 会造船 马来西亚是几大 十二 他把旧的那些都放在这里了 里面不是还有飞机那些吗 本集视频到这边就结束啦 下一集带你们吃吃喝喝 马六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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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